60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場合,會反映 明哥是60,應該是把證的看車輪隊來了 車輪隊隊長是從崩出一個外甥寶貝 這輪隊可以停泊 釣魚停泰 哇,這中間也可以釣 這是螢光鉀的說法 圖示之後,音樂會打這個 隻螢光光, Mondial 正人道對線的危險 要控制它的元素就在這個牆球 牆球的繞強毀劍開 你看到骨頭的骨頭,放開它的話,容易摸到骨頭的骨頭 骨頭的時候不要甩乾 把它放在我剛剛飼料的地方,骨頭朝下 這個叫捲線器 捲線器上面有一個半圓形的鐵環 把它鐵環吧,它就會放線 打開以後數到四 打開,這樣開 一、二、三、四 關起來 要記得關起來,沒有關起來的話,線就全部都下去了 捲線器跟釣竿連接地方 整隻釣竿的重心 我們手拿在這個地方 然後上下慢慢的動 慢慢動什麼用意呢? 要讓甲耳發出閃爍的光芒 魚看到就會來上鋼 當它咬勾以後 你會感覺到釣竿末端 船來拉扯跟震動的感覺 就是它上鋼 我現在沒釣釣,不過假裝咬 我往前轉動這個轉把 往前轉動慢慢的轉 就可以收線 收線的時候,就不要收到底 我們看到這個連接鐵可以離骨頭 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在外面樹直釣竿 第一個動作一定要鑽住這個牽球 在上面這邊纏繞一圈 固定好,才可以拿進來 這個動作沒有錯 直接進來的話就勾到骨頭 好,如果上面有魚的話 我們就可以拿一張相機 照完相以後要把它拆下來 不要一隻手拿著釣竿 一隻手拔魚 這樣拔不起來 這邊有一個圓圈圈在這邊 把它放在地上,靠著圓圈圈 架起來就有兩隻手可以用 一隻手握住魚 另外一隻手把魚都拆開 解開以後,魚不要丟魚水 把飼料打開以後 下面是水通 把魚丟進去 然後飼料給飼料 加牛到飼料 很多小朋友 他們發現飼料裡面沒有水 然後飼料 交在飼料裡面加飼料 加彎的水便 還有半生魚 就是飼料 就把飼料削出去 然後裡面一塌糊塗 各位小朋友千萬不然這樣做 我需要沒有水的魚 因為我一直水 我會跳舞在水面上 老鷹有獵物的蟲子 如果是沒有水 魚沒有水 跑掉 老鷹會不會來 現在開始兩個一組 有問題可以來問我 沒有問題 鷹魚鷹放 鷹魚鷹魚鷹 你的鷹魚鷹 你去鷹魚鷹跟鷹魚鷹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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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